哈喽哈喽 大家好 我是在泰国曼谷教书的董董 关注我带你了解新鲜有趣的泰国哦 那今天这些视频呢 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还是关于泰国留学的一些信息哦 因为最近呢 总有受到一些家长的问题也比较多啊 都是关于这个 呃 要不要把孩子到泰国来读书啊 那我不知道你来泰国留学的目的是什么啊 把你孩子到泰国来 我首先呢都会问一句啊 就是说不管你说哪个学校好啊 在曼谷啊还是哪里 我首先都会问你一句 你说啊 为什么要来到泰国 然后呢还会补上一句 高考要不要回去考大学在哪里读啊 那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些问题 因为我今天啊就有学生问我 他是中国孩子吗 现在是高一在这边上 然后他我他跟我聊天 说以后大学啊什么的 然后他跟我说 他爸爸呢想让他回去读书啊 回到杭州读书 然后我一听 他现在已经高一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 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必须要马上去补习了 因为现在啊这个高中我们在泰国这个高中学习 他知识点真的很简单 那你如果说要回去读大学的话 我们只能是通过考试的啊 像如果说你是呃泰国的学生啊 那他们去国内上大学还是比较简单的 他可以去申请啊申请制或者是他自己在泰国考上大学 如果说泰国大学和国内大学有交流合作那种 那他也可以去 但是我们的话只能回去高考 所以说这个就不建议了 然后呢我就让他自己回去和家长好好商量一下啊 这个具体怎么办 然后啊还有一些家长啊 最近有说到的高中了 他的孩子已经是高中了 说要过来上学啊 那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得到一些资讯啊 说是这个泰国留学的东西啊 已经高中了 其实高中出来读书已经比较晚了 已经太迟了 真的是太迟了 因为你完全是跟不上这边了 不是说跟不上 你这个节奏完全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小学初中就在国内受的那种教育环境 和这边的教育环境是不一样的 他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是很难融入的 而且你的语言 我们来到泰国 你就算不会说泰语 但是你英语还要学 而且我们上课 数学啊科学啊 他们这个什么化学啊生物啊 全都是用英语上的 就是说你的英语可以 那你可以的话你是交通的嘛 你交流啊 去玩啊 日常生活的一些英语 但是他在学习当中 他学的那个是数学啊 什么口塞音啊 什么挤的背数啊什么的啊 他都是用那个庄有名词的 这个时候去记就比较难了 大家想到的这里也没有 然后这个是私立的学校 就是泰国本土的 如果说你要去国际学校 那就更难了 高中来的话就 基本上很多都是进不了的 除非说你就去那种 交了钱就能上的那种学校 但是的话也不是非常建议了 那一些过来的 他可能是过来预读的 因为他大学可能就想到 泰国来留学 读大学 他已经有目标了 那可能他爸妈妈就在泰国工作啊 或者是在这边发展了的 所以是这样的 过来提前是适应是可以的 但是说你突然过来 然后说要补充一下自己的英语啊 补充一下自己的能力 然后再回去考试 那是不可能的 这种的话就打上念头了 那其实我最建议的话 如果说真的要来泰国留学啊 真的要泰国留学的话 其实是小学是最合适的 或者是幼儿园 如果说有一些家长说 是就过来体验一下的 那你就体验到小学六年纸为止吧 然后就可以回去了 初中要回去奋发图长了 然后呢或者是你幼儿园 在这边上学可以 因为幼儿园他都是用英语教学啊 那因为幼儿园这段时间啊 小幼小的时候 这个对语言的启发是非常大的 这个时候去学语言也非常快 如果说你在这边是上幼儿园的话呢 也是比较不错的 然后回去再读这个一年级 这样子也可以 这是要准备回去上学的 那如果说你想就过来了 说适应不了那边的压力啊 什么你以后也是打算出国留学的 那样子的话呢 你就是可以那个小学就可以过来了 既然要过来你就提早过来 然后你可以在国内 我觉得建议你可以在国内读一年级 二年级这样子是比较好的 因为你在国内有那个语言环境 因为很多孩子呢 他来到了泰国之后 他中文能力就弱化了 就退化了 像我现在教了一个五年级的孩子 有一些泰国孩子都说的比他都好了 他已经真的不会写了 他能说很多不会写了 说也很多不知道了 所以说我觉得一二三年级呢 可能在国内打好基础 这个什么中文能力巩固 然后过来之后呢 因为很多学校也都有学中文 那你就非常的轻松了 然后呢再把英语啊 小学的时候把它补起来 然后小的时候学这个泰语比较快 有些孩子呢 泰语说的非常好现在 所以说这是我的一些小小建议 比如说你要过来的话 就是可以两种选择 要么就早早过来适应 家里呢说中文 然后呢就是说 你在国内打好一点基础啊 在一二三年级 二四年级 三年级之后再过来 然后一直升上去 这是一件建议 然后呢 现在呢 大家呢 多去考量啊 都是要面试的 反正是 反正英语肯定是要过关的 无论如何 大家就把英语给提高起来 然后呢 以后学习科目啊 都是用英语教学 以后才会学习更加专业一些 知识一些东西 那就是大家这些准备 那希望呢 能够帮助大家啊 那这个内容很长 那董友呢 以后呢 会陆陆续续的分享给大家 这样的一个 呃 泰国留学吧 不能说留学啊 是一种陪读 因为越来越多家长啊 有这样的一个 希望啊 自己这样让他的孩子这样子 而且有些家庭呢 有两三个孩子的都有啊 因为董友说到了一些 很多的一些问题 然后呢今天呢和大家来这样的一些聊一聊 那现在呢是泰国啊 现在天气还凉快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学校这样子 坐在这个操场上 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麦克风 所以我离得很远 大家也能听到我的声音啊 这样子 所以以后呢可以会把这样的一些视频做的更加的一些多样性吧 我也是想把更好的一些东西分享给大家 好了 如果说你喜欢这种视频 记得点个赞点关注 你可以在评论区呢 留下你宝贵的意见啊 你关心什么 好奇什么都可以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